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二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不会在本月晚些时候与日本举行的G20峰会期间 达成一项最终协议 以结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罗斯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G20峰会时 双方顶多就如何向前推进达成某种共识 当然不会达成最后的协议 罗斯说 G20并不是能达成最终协议的地方 贸易协议的文本厚达数千页 川普周一放话 如果习近平拒绝前往G20 他将立即对剩余的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征收25%的关税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上周末表示 如果中国希望就达成协议向前行 美国也准备好 就以完成的款项向前走 但如果中国不想向前走 川普完全乐意以关税重新平衡两国的关系 一位参与川普政府与北京谈判的高级贸易官员 周二告诉CNBC G20会议不会促成任何贸易协议 周二晚些时候 罗斯表示 除非条款中包含允许美国采取单方面行动 来惩罚违规行为的机制 否则进行交易是不合理的 虽然并不预期在G20会议上取得突破 但罗斯表示 仍然希望最终能达成协议 并告诉CNBC 即使真正的战争也会以谈判终结 感谢您收看新闻时事报